真没想到啊 主场作战的安喜盈这么猛 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打回来 他不是那种说喜欢打加速的人 你看节奏慢起来之后 他也很从容 还能够等到对方的失误 作为宇丹卑斯的大姐大 戴茨尹一直崇尚快乐旅球的竞技理念 享受比赛过程 享受比赛本身 但这一场比赛 确实难以让他感觉到享受 戴茨尹对战来自韩国的安喜盈 虽然双方此前交手仅仅八次 但相互之间对彼此的研究 早已是知根知底 甚至有些问题 比对手本身还要了解更立体 所以安喜盈很清楚 只要从一开始 就保持专注与耐心 坚持多拍 守住戴茨尹的第一波攻势 我们开玩笑的时候 不输就不会打球的 这种类型的学生 打怕我们在如何诡秘的线路 但没有速度的保障 这样的进攻 在已筑起铜墙铁壁的安妹子面前 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力 不仅仅让她的开局艰难起来 如果现在体能储备比较 还有自己觉得自己的体能状况 还不错的话 是不是应该把球速再稍微加一下 现在你这球速出得让安喜盈 在场上就像平时训练 跑步法一样 没有太多的节奏变化 安喜盈 还一百收获 这一波11比4的惊喜 简单地介绍一下 有些技术动作 真的不是说每名选手都可以练出来 这跟他个人的一些肌肉类型有关系 有的就属于爆发力型 有的就属于持久力型 所以有些技术动作 他可能真的就是练不出来 是有这种可能的 11比4 就是先由安喜进入第一局的局期 休息回来后 小戴连续的失误 不仅无法让分叉缩小 确实也是被这个安喜 比较稳固的防守 打得有点没办法 只能一个进去加质量 质量的这个思路 太去追求弱点 你只要把球速打得稍微快一点 保证自己的成功率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他现在呢 球速一直没起来 我们刚才也提到 然后再想去加这个球的落点的质量的时候 事物又比较多 反而让安小妹越打越自信 好的 他现在呢 球速一直没起来 我们刚才也提到 然后再想去加这个球的落点的质量的时候 事物又比较多 好球 漂亮 不就是直接送球 都没有过度选项 为什么很多朋友业余的爱好者和那些有过专业背景的朋友打球就觉得好像对方随便骗了 就是因为你所有的出球在对方眼里都是慢点的 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带自己这边还是要想办法加速的 甚至还一度被扩大到了 两位数的分叉优势 面对这样的局面 依然会找到摆脱对手 一直纠缠着他多开相持的陷阱 这就是刚才一直在说的 带自己需要把自己的球速提起来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利用 安息人的推着脚球速就足够了 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安息人给我们展示这一场 21比9 最终也只能9比21先丢一场 换个人可能挺不了这么多拍 第二局 一开始 小戴还是未能摆脱开局的被动 出镜 还是要打这样变速 现在对戴自己来说你留着力气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你第一局已经输了 比如说好像之前我这种慢速球 我马上把我的突击出来我也打一把 把你的势头先压回去 特别是自己背水一战 强势 大打四方球 但自己担心的失误率也跟着飙上来了 再加上安息赢的主动突击 又屡屡奏效 这雪上加霜的局面 让戴思尹又一次陷入被动 5比11 又落后6分 进入第二次技术间接 看到现在我觉得就不是说他不想加速 可能今天就是状态人有点闷 加不起速了 然后那种状态 其实你可能告诉自己要加速 像说飙动不起来 对 会有 会有这样 很显然 今天的戴思尹确实是不在比赛状态 越是着急追奋的他 越无法发挥自己一贯的潇洒战定 这些是感觉戴思尹的状态也是比较闷 速度起不来 今天戴思尹的球就是只有线 蛮行这个球发起挑战 这是他的第二局最后一局挑的机会 出击了 还剩一次 对 挑战成功就不算 第一局一开始挑战了一次 这个就是标准的煤状态 不加质量的被安行吊着走 恐要加质量的自己又容易失误 失误率居高不下 对手顺势又将比分推至 18比8又是十分的领先优胜 此时的戴思尹才真正幡然醒悟 连连推击 但是你刚刚那球感觉出变相 11比18 作为费四中年纪最小的安息赢 俨然已成为现今女单选手 都不得不畏惧的对手 如今的他也正朝着巴黎奥运金牌之路 逐渐迈进 这也是安息赢本赛季的第六个冠军 对于他来说还是要回来 他不是那种说喜欢打加速的人 你看结构卖下来之后 他也很从容 还能够等到对方的失误 但对手很强硬的一波2比1 直接抢过8个冠军点 虽然放手一波的小戴 又瓦解了对手的三个冠军点 可之前挖的坑实在是太大了 戴姿颖今天的状态确实是一般般 他最后还是无法阻止中道主 气势如狐的 在家乡父老面前 霸气打下冠军 恭喜安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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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be a geht